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有網民發現 安心出行這個apps似乎在世界各地都廣受歡迎 甚至乎有很多偏遠小國的下載榜上 安心出行還排在第一位 到底背後是隱藏著什麼的玄機呢 而第二宗消息就是有媒體得知 財政預算案會出現減糖減甜的現象 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是寄予香港人要看菜吃飯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中午五時份有網民發現到 原來安心出行這隻手機apps 在不少國家的Google Play Store排行榜 都是名列前茅 甚至乎有部份還排在第一位 果然大受歡迎 現在我們一起去看看 到底安心出行在哪些國家的下載排行榜是第一位 我們一起去看看 究竟哪些國家和地區的排行榜是第一位 有些地方我們都不知道在哪裡 安提瓜和巴布達 這個就是在古巴旁 巴哈馬 又是加勒比海小國 百尼茲就是中美洲 百慕達 英屬維珍群島 佛德國 開曼群島 中國 匪制 基內亞比兆 非洲 香港 冰島 澳門 密克羅尼西亞 這就是太平洋的島國 尼日 非洲 巴布阿辛基內亞 所羅門群島 特克斯和海科斯群島 在上述的地方 Google Play Store排行榜 安心出行在第一位 即是說這支APP在全世界的範圍都很受歡迎 香港的軟實力真的很厲害 問題就是 為何外國下載安心出行來做什麼呢 按照計只有香港人會用 你頂盡說周邊的地方都會下載這支APP 都不奇怪 因為可能有其他地方的人在香港住 那他就下載 但是就不會說無遠忽界又去到非洲 又去到中美洲 又去到加勒比海的島國 這些是比較奇怪的 當然有些人就嘗試理性地去解釋 就說 其實就是因為部分的用戶 在申請帳號的時候 他就沒有選到香港 隨便就選了一些地方 所以就導致某一些地方的下載量急增了 但是我覺得這一種說法 就不是很有說服力的 就算你說不選香港 你最多就可能選澳門 中國 或者是台灣 你又沒有理由 在申請帳號的時候 會選什麼 密克羅尼西亞 尼日 巴哈馬 這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 就算你亂選也選不到那些地方 而且就算你說有些人是亂選的 我相信也會有 但是就是屬於很少數 你不會數量多到搞到 百毛達的下載量都第一 說不過去的 於是有些網民就提出了一個質疑 他們就認為 可能背後有些人是想拆下載量 於是就搞到變了 在不同的國家的下載量都是急增 而他們還提供了一些大陸的報道出來 作為助證 就說大陸也賣過這些東西 下載量的確是可以買回來拆回來的 我們姑且看看到底那些報道是怎麼說的 官方新華社在2019年的時候 就曾經報導過 說事實上就出現了一個叫做 擦榜的黑色產業鏈 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在調查之後就發現 下載Apps來擦榜這個情況 就日漸普遍 一條五星評分的評論 就值8毫 至於在iOS即是蘋果App Store 人工下載每一次就是2.2 而Android即是Google Play Store 人工下載一次就是1.6元 當時這篇報道就批評 擦榜的行為就是擾亂了行業競爭 往往就只注重擦單量 就不會關注到開發者 是不是正視這個Apps本身的質量 會直接損害到用戶的利益 報道最後還有問一些讀者 就說你在手機上下載Apps的時候 有沒有被虛假的軟件評論是忽憂過呢 即是證明得到 擦榜這個行為事實上是存在的 是有人在從事這些行業 好了 現在安心出行在這麼多國家和地區 下載榜都排名在第一位的時候 其實難免令人猜疑 究竟當中是否牽涉到擦榜的行為 難免會有人這樣聯想 因為你沒理由太平洋小國或者加勒比海的島國 下載量第一 很難說得通 如果真的牽涉到擦榜 又會是哪些人來做呢 是不是有些人因為他很緊張很關注下載量 所以就去擦榜呢 又或者有些人特意在弄古造怪 搞惡作劇出來 又不奇怪 但無論哪些人來從中作梗搞擦榜也好 難免會令到 其實你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口中所說的安心出行的下載量 可信程度是打了一定的折扣 原來你張建宗司長所說的 就說這個安心出行 累計下載已經超過230多萬了 有些是百姆達下載的 有些是巴布亞新基內亞下載的 即是說你的數字當中是有些水份 當然啦 究竟為什麼會造成這些水份 是不是有人擦榜就要調查清楚 不過你口中所說的那些下載數字 又真的有部份是在不同的偏遠國家和地區所建構出來的 這個也是事實 所以不需要整天再標榜下載數字 因為匪制也有人下載的 巴哈馬也有人下載的 有些遠島都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個數字就是得一口笑 這個數字 如果你說全部都是香港的 那當然是硬框框 這個數字 但看起來就不像是 因為人家查得出那個數字 很多地方都第一名 好了 接著我們就說說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他那份這樣的財政預算案 就會在星期三的時候發表 星島已經收到資料 就說預算案會減糖和減甜 因為疫情下經濟低迷 預料這個財政年度的赤字 將會高達2000億至3000億港元 所以特區政府就不會再派錢 也會取消公屋免租一個月的措施 至於退稅和中緩出商量等的措施 就是會繼續的 但是部分措施的寬免金額就會縮減 這個陳茂波還特別提到 說在現實生活當中都要看菜吃飯 難免令到選擇有限 他又說經濟有起伏 財政封劍都有周期 就好像植物生長一樣都有他的規律 無論是小草或大樹 起點都是小小的種子 但是潛藏的就是無限生機 他相信疫情總會過去 困難一定會跨過 變幻不定的環境將會使大家變得更敏銳 更有人力 希望市民能夠守望相助 不論宋菜多寡 仍然可以有講有笑 積極樂觀地去面對 你當然有講有笑 陳茂波 你三十幾萬一個月 這些說話 在很多市民聽起來就覺得 你是不是在說風涼話 你還說現在這個環境會使大家更敏銳 更有人力 你想怎樣 錢你又不派了 公屋免租又不做了 減糖減甜了 你還說那麼多話 把鬼嗎 你接賣吧 對吧 你說那麼多話 那些市民肯聽了 入耳嗎 你應該在經濟下行的時候 還推出多些措施出來 刺激消費才是 你明知道現在都是經濟處於一個逆周期 那為什麼你還要減糖減甜呢 我都不明白 你看看澳門特區政府 那些就是做得好 他派錢之餘 還擔心市民不夠錢用 還要收費券給他 還要限時使用 你不用就過期了 派一次消費不夠 派多一次給他 這些就是得證 你刺激得到內部需求 你能夠刺激到經濟 你能夠刺激到零售的市道 讓他不要衰退 這些是做得好 你要參考的 你錢又不派 這個不做 那樣不做 你經濟好的時候又不派 經濟差的時候又不派 那你什麼時候派 由頭到尾就派過兩次 一旦就曾任權的時候派六千元 另一旦就是你派過一萬元 一萬元都花了 那些人 你再派也不怕 那些錢那麼多 失業援助金 你就說不做了 那你起碼一人派一筆東西 至少 你都不願意去做 那裡幾百億而已 你經常說到 好像香港的庫房坐食山崩一樣 你還會有收入 大哥 你不是從此停頓 只是說上個星期 成哥旗下那間場實 才在啟德頭那塊地 有103億港幣 那你已經有個及時雨 又頂一頂 那你就拿出來派給市民 大家與眾同樂 你也不是的 你收了錢做什麼 我都不明白 唉 真的 你應該還富於民 才是 在這個時候 人家澳門政府 那個賭收 是跌了八成九成 他都願意繼續派 人家都沒有說 伸到樹葉都落 說到自己 慘過梁天來 苦過金業局 唯獨是 陳茂波說到 不行了 再派下去 就不行了 你的錢 都多過人家很多 對吧 你真是多鬼余 在經濟疫周期 你更加要 要服役一下那些民眾 才是 你經濟好的時候 你又不跟別人分享經濟成果 你經濟差的時候 一旦就叫人拉緊褲頭 換轉你是市民 你會怎麼想 你三十幾萬一個月 你是不會感受到民間的疾苦 就算你下多少次區 你都叫做巡遊 叫做做政治show 你哪能體驗得到 有很多基層 就真是水深火熱 那你就去打救一下他 你都不是的 好了 你現在說今屆不派錢 是不是 這個財政年度 因為有財赤 這樣那樣 那如果下年有財政盈餘 你又是不是會派 你就一樣是說 別的原因出來推堂 你也是不會派的 你不派就不派的 所以就跟那個所謂經濟下行 或者是財赤 我認為都沒有什麼大關係 其實就跟你做決策 那些人才有關 如果你要派的時候 你又可以作一千個原因出來 都可以派給市民 如果你是不肯派的 就算那些人怎樣 又矮又矮 你也是不願意的 所以你說的那些原因出來 我認為全部都是推堂的借口 還有我希望這個陳茂波 就想清楚了 之前他又放一些風聲出來 說可能會什麼開精新的稅項 我希望他就不要搞這棵事 希望他就說一下就算了 不要真的去搞什麼消費稅 這些事情是後患無窮的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經濟下行 經濟衰退的情況下 你還要搞這些事情 你還要打擊民心 你搞來做什麼才行 你的消費稅收什麼 是不是 你只是賣地 都已經是100億 賣一次都 搞那麼多東西 真的收檔 不要搞這些事情 無謂的 一提都不要提最好 燒什麼廢稅 那時候提出來 都已經被人罵了 唐英年做財政師的時候 是不是 你現在去做財政師 你很厲害 不過你不要說得出來 就說 燒廢稅這些事情 是開了之後 萬劫不復的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